上一集做虾球剩的虾头本着物尽其用不浪费 今天就用它做个简单的 西红柿洗净切小块 豆腐切小块 洗点你喜欢的青菜切碎 锅里油热后先炒虾头 之所以把虾头扔了可惜是因为里面有虾油 爆炒后会有浓烈的鲜香味道 特别适合烧汤 出油后加入西红柿炒至软烂 倒入清水加点生抽调味增鲜 再加点盐烧开炖煮一分钟 然后倒入豆腐继续炖煮一分钟 最后淋些水淀粉加入青菜烧开就做好了 这道汤其实很普通味道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只是虾头的鲜香加上西红柿豆腐和青菜的搭配 营养全面看着就让人那么舒服